欢迎收看东森美洲焦点新闻一周星华 我是张家如 首先来关心2018年台湾选举的气氛热烈 引发了民众关注 选战候选人各出其招 希望获得民众的支持 东森新闻这个礼拜的新闻光教经单元 就特别推出2018年选战 为台湾观众分析台湾2018年的选举状况 谁要代表国民党来较出2018的北市选战 目前还未定 不过有意参选的人 目前已经累积到7个人 现在翻开名单似乎没有什么亮点 还被网友计讽 这一份名单是失败者联盟 不过对此国民党主席吴敦毅反抢 说有人选输了台北市长 之后还是当总统 马总统需要跟你道歉吗 马总统不需要 他是我的长官 他提包我 给我机会 情绪激动谢谢马总统陷入共谍案的前陆委会副主委 张显耀正式宣布参选国民党内北市长出选 三年来我一直忍住没有说 没有任何的证据 所有的细节资料全部复之全如的情况之下 不免诉断 向支持者说清楚摆脱共谍怡云 同时也要台北市长柯文哲说清楚大巨蛋怎么处理 踩着柯P痛脚打还指控五大缺失 张显耀开工日炮打柯P 但柯市长可是老神在在 工作天第一天能不能不要讨论选局 不是很想回应 毕竟现在蓝营内部参选大爆炸 除了已经表态的丁守忠 还有下个月要试水温的邱文翔 另外孙大千也预告21号晚间宣布参选 至于前政院发言人郑立文目前暂停选举 只是名单中不乏立委落选人 想要跨区挑战台北市长 就被网友计讽是失败者联盟 不要讲这种刻薄的话 谢谢老师 你要记得 有一位是台北市长落选了 选上总统 反击谁没有过去 失败者勇于再战 只是这些名单 似乎没有可以威胁柯文哲的人 北市长选战 男赢还得再多加把劲 东森新闻谢继琳张良浩 在台北报道 现在陆委会的前副主委张显耀 正式宣布要参选台北市长 他还特别选在了敦化南路 宣誓要打造台北的香榭大道 同党的前领委顶手中则说乐见竞争 不过目前呢 蓝营已经有七个人表态参选 台北市可以说是参选大爆炸 这么漂亮的树林林印大道 绝对不输巴黎的香榭大道 挑在敦化南北路 梦想一条台北香榭大道 呈现入共谍 为怡云的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 正式宣布参选北市前一天 就先忍不住出面大谈理念 我认为而且我确信 我可以做得比科斯党更好 二十多年来我的想法跟梦想 我愿意在这个时候出来 组成这个台北市的团队 进军国际杯 2016在高雄选输了立委 张显耀2018转战台北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蓝营在北市几乎可说是参选爆炸 目前除了屡战屡败的老将丁守中 还有前北市副市长邱文祥 预计在3月4号发表新书 试水温 张显耀是21号要举行正式参选记者会 另外前立委孙大千 已经在脸书上宣布参选 北市议员钟小平要仿效科批 其一日双成到高雄宣布参选 而前建议发言人郑立文 则因为母亲健康因素暂停选举 台大教授李锡宽还没正式宣布 虽然参选者重 但似乎没有A咖 蓝营挤破头 难道是看准科批好欺负 每天的问题问的不一样 大家都一样 就是认真做事 我们花太多时间在选举了 现在来一批骂一批建一批 科批似乎一点也不着急 毕竟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搞定绿营 让礼让能够再次成局 东森新闻SNG小组李军李立真在台北报导 至于台北市议员的初选 在于天对总统蔡英文拍一桌之后 让参选人于小平还有吴佩毅突然爆红了 也让外界见识到靠霸还有靠党的好处 也让一些没有靠身的参选人眼红 先怕自己遭到边缘化 清俊 来 带你去看看中山区 然后这是我们家小连号战车熄火了 不好意思 等一下 好 走走走 来吧 不要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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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霸丢签回的超级老车 好像哪里都怪怪的 那如果今天民进党得到政权 然后但是 不好意思 又熄火了 老天啊 这老车又熄火了 没办法 钱实在有限 买五万块 但是天魔花龙我们两万五 就是没有任何的党内的 很有力的人士推荐 我觉得没有关系 有些人有的 党内大佬不关爱 就只好自己刻苦勤奋些 买条线 快 快 来不及了 他同样不够有钱 也没被偏心 好像在当以前那个政治人物的助理一样 都自己来 为什么没有人帮你打 人不好找 一个派系的话 他可能会有很多相关的基金会 协会等等 他可以丢很多人来帮你助选 但我比较没有 小女儿也能帮个小忙 反观同党同志 多是在暗中斗争 像圆圆一号赖清德去龙山寺啊 他就只给 只有行程只有某个人有啊 曝光就他啊 这样算不算不够整 没明显派系 没背景的参选新人 轻易就被边缘化 相较能靠霸 靠党关爱的天之交子们 可说是有天壤之别 这沙发也是从别的地方资源回收来的 我们的参选人 面纸的厚度 20抽 7抽 我的5抽 面纸厚薄 揭示了政治冷暖 回顾一场一场砸钱万能的选举 哪里有公平可言 东森新闻谢继林张清俊在台北报导 而为了要因应年底的大选 不少候选人透过网路直播来宣传自己 直播内容也五花八门 有的新人搭上了迅速政策 推出环保杯袋在直播中发送 以此大受欢迎 今天带大家来到这个 恰山地区 我们要今天的直播开始 张仪礼 以你为主第一次的直播 自媒体时代网路直播 成了个候选人的最爱 我们正在直播 要介绍我们这个 在这些小后家的美食 马不停蹄跑行程 但总还是得要吃饭 不定时推出的美食直播 除了吸人气 也能和店家搬干净 新人借网路直播曝光 政坛老将也靠直播充人气 这个要传承 千万不要流失 扫接配票随性来一段 管妈时间 推销起手作包包 同样是手作提袋 市议员候选人 搭上限速政策 分享直播就有机会得到 直播有提到说要送这个袋子 要抽奖 要抽奖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之前推出的 这个环保杯袋 我们邀请了 这个所有的朋友 在我们的脸书上面去分享 文创小物成了 最受欢迎的选举文宣 小兵力大功的 还有这个 米奇手套和小灯泡 让新人站在路口 一下变米奇 一下又像是圣诞树 要让人不注意都很难 而另一个很吸睛的是 这台改装的小餐车 正坛新人花小钱 吸引选民目光 车子骑出去 的确好多人看 还有人跟着热血起来 这样比较环保 但是这样比较累 也比较健康 很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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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技发达 智慧型手机普及 候选人和选民之间 也越来越没有距离 但点阅率和线上观看人数 会不会反映在选票上 谁也说不准 东森新闻红宝 而今年过年有一些三选人 他们也没有的休息 得想尽办法来争取 选民的认同 其中向投入 北市中山大同区的 雙军他们各出其糟 一个烧出了一桌子的好菜 一个爆出了产业犬来守接 看起来热闹非凡 一 二 三 摸了会忘这样子 走过路过不少民众 喜欢来给狗狗摸摸头 他很失控 年货大街太多食物了 时代力量中山大同区 议员参选人林亮君 爆出自家柴犬拜票 呼应狗年 大部分来大家都 比较想跟他拍照 我都只是变配角 从原本的主角变配角 可爱的柴犬人气高 年货大街上比主人还亮眼 好几代春联因为他 没多久就发光光 简直是最佳代言人 今年刚好是狗年 那也带柴犬出来 然后祝大家拆冤滚滚 好运旺旺来 初起招的不止林亮君 还有陈义君 我们先爆香 我平常真的是有在煮菜 同样在中山大同奋斗的 民进党籍陈义君 烧的一手好菜 我的菜都是跟 婆婆妈妈学的 跟选民学的 我看见他们拉进去 对 没错 因为他们会把你当女儿一样 用饭菜箱来吸引街坊邻居 好 上菜咯 吃饭咯 邻居的婆婆妈妈们 是最佳助选员 吃得饱饱的再往前线冲 但看在陈义君妈妈眼里 选举不是摆第一 我希望他能做菜 也可以赶快嫁出去 我吃了 我吃了 我嫁不出了 你没人给我想讲那个 选战近在眼前 终身大事也只能站摆一旁 未来若能选上后再嫁人 不就是双喜临门 东森新闻系记领章清俊 在台北报道 随时随地来观赏 热门的新闻时事 新闻广角新单元 现在还可以上 东森美收电视的脸书官网 也欢迎观众点阅